大家好,这是灵解三刀 就是前两天我就听说 其中有一只小鸡被野猫给叼走了 这只小鸡呢,是他们最喜欢的一只 就是小白,个头最小,但是很亲人的 他们走到哪儿,这个小鸡就跟到哪儿 特别可爱 我听了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伤心 这个就是我前面到朋友家里去聚会的时候 他养的鸡,你看这个我在摸的这个就是小白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不就是一只鸡吗? 有什么让你那么伤心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当一个东西 它有了ID,就是有了身份以后 你对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如果你跟他还有了接触 即便是很短暂 这个感情都是不一样的 我是那点比较低的人 那么有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战争片 那里面是有很多炮灰的嘛 那如果只是说一般性的 在那个战争当中的炮灰呢 可能我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也不会哭得很厉害 但是如果就算是一个小配角 他有自己的名字 然后如果那个电影还多给了他 几句台词 多了几个戏份 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希望他不会当炮灰 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当他当了炮灰的时候 心里就会很难受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有身份的是不一样的 就像这个小白 其实他是作为一个宠物 家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对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的朋友他们也是非常的伤心 然后呢 现在他们在搭建一个更好更大的鸡笼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那个野猫有什么的生气 因为这个也只是他的本性 也只是说他需要养活他自己 也许他还有小猫猫要养活 虽然对于小白被叼走是很伤心的 但是对于这个野猫 我确实也不称恨 也不怪罪他 说到这个小白被野猫叼走 让我又想到了去年一件让我非常伤心的事情 我前夫养了一只猫叫做阿斐 然后我经常叫他阿斐 因为刚刚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长得胖胖的 是一只蓝猫 就是那种傻不垃圾的 智商好像不怎么高 但是真的是很可爱的一只蓝猫 我叫他有时候叫他斐斐 然后呢 后来我前夫搬到有一个 这个很多野生动物的山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 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呢 阿斐那段时间就经常半夜跑出去玩 然后早上的时候在外面喵喵叫 让他进来 然后他进来吃东西睡觉 我就说这样子不好很危险的 因为他那附近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包括这个土狼或者是狐狸 当然像什么熊啊这些也都是有的 但熊冬天是要冬眠 那我就说这个不要让这个猫养成的习惯 晚上跑出去 而且晚上正是野生动物出来觅食的时候啊 我都是非常担心的 然后有一天呢 我前夫跟我说 有一个星期 阿斐没有回家了 我就知道 肯定是没戏了 因为你说如果有一天可能还有希望 因为他每天早上会回来吃东西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星期 那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前夫家里去 我说 我希望能够找到 起码找到他的遗骨 那我也心里就知道 他是肯定是去了 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面所想的就是 当时在我脑子里面有个场景 就是阿肥就在那个某一个角落 在房子周边的那个院子里面的某一个角落 就望着这个房子 望着房子的灯光 然后他被狐狸或者是土狼给抓住了 然后他看着这个房子 多么希望爸爸能够出来救他 也许他也叫过 但是没有人听到 我跑到那个房子那儿 在周边走了一下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块白色的 像是小动物的极柱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骨头 也许他并不是阿肥的 当然看上去呢 大概这个动物跟猫体型差不多 但是只有一块这个骨头 所以我不知道 也许他就是阿肥的 也许他不是 但是阿肥是再也没有回来 当然了 我们也不可能去对狐狸啊 土狼啊这些生气 虽然我非常非常地想念阿肥 我也曾经看到过三只土狼在冰上 有一只掉到了冰窟窿里 然后另外两只在那里 着急啊叫啊很久 起码有一个多两个小时 那是一个那个水库 然后我打电话去找警察 但是警察他们也不能帮什么忙 后来可能那只掉下去的土狼 就死掉了 然后另外两只才离开 这也是非常让人伤心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小可爱存在 就是我家主子 小朴 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小朴和我的故事 它可是一只国际猫呢 它是从日本冲绳 然后带到美国来的 哇这一路上也是 这么多年来 也就是它跟我不漆不离 现在它年纪也大了 有的时候看到它 我也会感到一些伤感 但是有机会的时候 我还是要好好地爱它 对它好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小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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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小朴